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3年的3月20号 美军正式入侵伊拉克 掀起了伊拉克战争 伊拉克战争发生的整个过程大体上有三个阶段 战前的讨论阶段 围绕授权的合理性 必要性 要解决什么样的目的和冲突 它的一系列的争论 第二个过程是交战阶段 主力作战阶段 就是从它这边推进去到3月20号 然后大概到4月9号前后 占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 然后后来到了5月份 应该是5月1号 小布什总统当时坐着战斗机 不是开着战斗机 坐战斗机后排在林肯号航空母舰上降落 来了个mission accomplished 红警二结束的时候 任务达成停止 交战行动停止 接下来启动战后重建阶段 一启动战后重建 整个伊拉克基本上局势可以用崩盘来形容 然后从2003年开始一直延续到2011年 彻底全部撤军为止 大体上打了大概两三个 两个月不到的伊拉克战争 整个事情的最终解决延续了八年时间 并且中间经过了两位美国总统 还加上一个金融危机 20年以后 我们现在回头看 我们看伊拉克战争 第一集讲什么 讲霸权的傲慢 和从神坛的下滑 伊拉克战争可以看成是 冷战结束以后 所谓的美国单级时刻 或者是美国霸权的一个峰值 当时大家有一句话细称 叫美国是超级大国 行为特征是什么 我想打谁就打谁 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虽然这话略嫌夸张 但是在对上一些实力远不如美国的中小国家的时候 毫无疑问在当时是诚意的 你看90年到91年有海湾战争 接下来有索马里的军事干预 然后在波黑的军事干预 然后在南斯拉夫科索沃的军事干预 然后接下来在打伊拉克之前 91之后先去炸了阿富汗 然后再跑到这个伊拉克 当然阿富汗最后也去失败 在拜登政府任内从阿富汗的撤离 大家见证了那个戏剧性的场景 就是有人紧密地追随美国军队 做运输机撤离 然后从天上掉下来 这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影音 包括大家看到了又一次西贡场景 就一架直升机在撤离的时候 引发的这种拥挤冲突和各种冲撞 那么回到伊拉克 在伊拉克这个事情上 美国霸权的体现 首先体现在 小布什当时提出了 所谓志愿者联盟 基于意愿的军事同盟 这个基于意愿的军事同盟 他提出的背景就是 当时在联合国安理会上 不仅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 指责美国入侵 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 他的其他盟友 就是说美国当时的 除了美国以外 铁杆支持他的在安理会框架内 一个是英国 一个是西班牙 那么法国外长当时甚至 就说出了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认为军事干预 将是最糟糕的解决方案 法国将否认任何允许 美国或英国提出的 军事干涉的决议 在安理会得到通过 法国威胁形式否决权 否决美国和英国 可能提出的任何议案 这个在安理会上 不说是不多次 应该是首次出现 那么法国的立场 毫无意外地得到了 中国 俄罗斯 以及德国 等当时安理会成员的支持 真是在没有办法 从安理会拿到 这种非常明确的授权决议 虽然后来他拿了 1441号决议 但1441号决议里面 是不包含明确的授权 动武的这样一种举措的 美国表示 他们会抛开这个安理会 建立一个志愿者的同盟 我要做一件事 我要去揍它 谁同意 谁反对 同意地站到我这边来 跟我一起去打 这是什么 这是美国霸权 在冷战结束以后的高光时刻 他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峰值 拥有超强的军事实力 在经济上极度发达 世界上最有钱的国家之一 在当时 同时在政治上 他的领导人 包括小布什 包括他的牛康 他的新宝门 有坚定的政治意志 这种政治意志 不仅仅是去使用美国的军事力量 去打倒萨达姆 去入侵伊拉克 而是以这次行动作为某种起点 去推动一个新保守主义 治下的霸权秩序的这样一种诞生 在之前讲课的时候 应该跟大家说过 就是冷战结束之后 就是20世纪八旬代末 就是那初 就是苏联解体前后 当时美国的老布什总统 麾下是有一批雄心勃勃的美国精英 他们觉得苏联的解体 给了他们一个黄金机会 可以按照美国的意愿 用美国的力量去塑造战后的事件 他们写了一套 类似于像蓝皮书一样的东西 但是非常不幸 老布什总统因为那句 stupid的笨蛋 问题在于经济 虽然打赢了海湾战争 但是被非常年轻的民主党人 克林顿给干掉 克林顿上台之后 老布什总统挥下那帮新宝们的 雄心勃勃的计划 就在保险库里吃灰 结果一直到小布什总统上来之后 这些计划又拿了出来 那么从这个情况来看 我们就理解为什么这些精英表现出来 因为他觉得作为一个霸权 霸权的核心特征是什么呢 就是任性 所谓的任性 可能有一些主观的评价 如果你用学历性的字眼上来说 他们认为霸权在这个无政府的国际体系当中 有行动自由 行动自由就是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我愿意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 那么这个事情 就这么令人意犹未尽的 意味回味生长的就这么展开 我再挺了一下为什么 因为我想起当时当2003年3月20号 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 波兰 一起发动了针对这个伊拉克的轰炸行动 正是打响了伊拉克战争之后 全球各地的反应 尤其是中国的反应 当时中国的反应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出现了当时互联网上 所谓精英阶层之间的第一次分裂 中间出现了一批旗帜鲜明的人 他们为美国的霸权欢呼 甚至恨不得自己变成火箭弹 被美国人发射出去 代表着自由民主阵营 砸向专制的伊拉克大帝 这中间所带有的那种 强烈的皈依者冲动的情节人 现在看来仍然令人感到炸舌 那么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什么 美国作为一个霸权 在当时如此任性地去推动伊拉克战争 去入侵伊拉克甚至在后面发动了 更加雄心勃勃地重建伊拉克的行动 其实是有依据的 这个依据不仅仅是前面说的 这个经济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实力优势 还有那种观念和力量的优势 他们当时的普世价值 在全球的传播配合西方国家 巨大的领先发展中国家 这样一种优势 使得绝大多数 相当一部分 这个美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受众 拥抱们 坚定地相信 他们才是代表人类前行的正确方向 所以它不仅仅是一种物质性的霸权 它更加接近格兰西所说的一种文化和观念领域的霸权 那么任性的霸权得到了什么 任性的霸权 它成功地推翻了萨达姆的政权 导致了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垮台 入侵的第二个理由 据说是除了干掉专制的政权以外 拿到上台面的理由 就是那个著名的大规模杀伤型武器 这个瓶子比较大了 比这小一点的一个瓶子 在当时美国国务卿Bower的手上 向全世界晃动 他还拿那个盖子这样 只要这么小的一瓶这样的东西 如果这是一瓶是化学武器的话 填充上这样的粉末 或者是生物武器碳区病毒的粉末 在什么地方 你撒就可以把大家统统都干掉 那是多么危险的一些事 当然了 实事求是的讲 这个Bower并没有仅仅拿出一瓶牙粉 就是brust 就是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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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东西 牙粉 抹在牙床上 他还拿了别的证据出来 比如说他展示了一段录音 这段录音里面有A有B 两个人在那讲话 大概的意思就是 东西藏好了没有 东西藏起来了 你放心 他说这个就是截获的 伊拉克军官的这个手机通讯 他们说的东西呢 就是要避开联合国检察官的那种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 说不定是一个什么卡车 说不定是一个什么事业室 说不定总之 因为他们在藏东西 这个藏起来东西就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给当时看直播的全世界 应该说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当然有人说他们是为了石油 石油的学说甚嚣尘上 当然跟石油这件事情有没有关系呢 据说是有点关系的 但是不是我们意义上理解那种什么大型的石油企业 去油田里面挖石油那种 据说有一家叫哈利伯顿的公司 那个公司呢是干什么呢 是做油田设施的 油田设施 然后据说这家企业 后来跟那个美国当时的副总统 小切尼关系很不错 结果哈利伯顿听说 听说拿到了什么 据说是在伊拉克战后重建过程中 所有油田的基础设施标的当中 或者有哈利伯顿 或者就是被哈利伯顿拿到的 据说是这样的关系 除此以外 美国当然希望在伊拉克拿到什么呢 他希望在伊拉克拿到的是自由和民主 小布什总统制定了一份非常雄心勃勃的 大中东民主计划 大中东民主计划是 欧美国家在冷战结束以后 这个 推动民主和平论的一种产物 他们认为是民主的国家 这个民主的国家指的像美国一样建立西方民主的国家 是相互之间是不打仗的 那么就给我几个推论 如果我在世界上把民主国家搞得多多的 把非民主国家搞得少少的 甚至我用包括不和平的手段在内 去把不民主的国家改造成为民主的国家 世界不就太平了吗 当然这个民主和平论 作为一种国际关系当中的理论 其实也是冷战结束以后 这个意识形态狂热期和红利期的一种特殊的产物 为什么呢 他的标志性的成名作当中提到的案例 就证明民主国家不打仗的经典案例是谁呢 是美国跟加拿大 你看这两个国家接壤 个儿这么大 这么长的时间 他们居然没有打架 当然这个没有打架的意思是 你先把这个第二次英美战争的时候 加拿大民兵一把火把白宫烧的事情给忘记了 咱不说这么久远的事 就说二十世纪吧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 你看到现在几十年没有打过仗 你看他们是民主国家 他们多么的爱好和平 当然其实这种案例支撑起来的论据是很有问题 有人会说那是因为民主吗 那不是因为实力差距太大 实在打不过吗 但是美国人当时不相信 当时美国学界也不相信 他觉得在中东地区 如果成功的去干掉 萨达姆侯赛因的这种专制政权 然后建立起一个民主的政权 而且是一个亲西方的世俗的民主主义 三大要件 一个是亲西方 政治态度上要支持西方 不是反对西方 第二政治制度上要符合美国的 这个民主观的标准 第三个 这个是一个世俗的政权 符合西方国家 西方是现代化对于现代化的定义 不能是什么呢 不能是伊斯兰教网络 要避免伊斯兰教的特定派别等等 产生这样的影响 但是事实上证明 就是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 可以得出这样几条结论 站在20年之后 我们到国去看 我们可以看出来 第一 伊拉克战争明明确确是一场非法战争 它极具争议性 它始终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 没有得到国际上多数国家的认可 更没有国际法的依据 如果说这个东西你可以用强权激功力 或者是国际政治当中强国 令人感到无奈的现实来进行解释之外 解释的话呢 那么还有一点 就是相比其他而言 更大的问题在于 当美国入侵了这个地区之后 它在伊拉克始终没有能够扶持起一个 所谓得到当地民众支持的有效政权 以至于2011年 它从那开始撤离之后 它出现的伊斯兰国 在伊拉克领土上迅速扩张 这里面更加讽刺的一点是什么 伊斯兰国不仅仅是一个恐怖组织 它就有非常强烈的反世俗化倾向 它认为是什么 就是它要消灭掉这些世俗的分裂的阿拉伯国家 要建立一个重新辉煌的 建立在伊斯兰教法基础之上的阿拉伯帝国 某种意义上说 当你去使用这个恐怖分子 就是用逊尼派和什叶派的这样一些概念 去描述这个中东地区的矛盾和相互关系的话 可能这些恐怖主义分子更加适合一些 而不是我们一般想象的国家之间 尤其是像伊拉克这样一个西方认为是非民主 但其实是世俗化程度非常高的国家 这也是中东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一个特色 我们就会讲这个问题 那么从美国关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这个问题上来看 不仅仅之前开战没有获得充分的理由 而且在战后因为确实发现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只是一个噱头 甚至是假情报 就是被各方制造出来 让领导开心的假情报 就是当时是这样一种情况 大家因为某些原因坚定地认为 小布什总统已经下定了决心 包括他周围像拉斯菲尔德这样的人 已经下定了决心 一定要去打这场伊拉克战争 所以你们情报部门的职能 不是去论证这场仗 这场仗能不能打得起来 可不可以打 应不应该打 而是既然领导已经要打仗了 那么我就找证据去证明 领导你说要打仗这件事情是对的 是成立的 这场仗我们可以打 所以带着观点去找证据 带着观点去找材料 于是就出现了一些 极其荒腔走板的 可以载入人类情报史册的 战略级的笑话 包括著名的萨达姆·侯萨 可以在45分钟内造出化学武器 这个消息来自于非常可靠的 不是有不可靠历史的 美国情报部门 它来自于诞生了 蓝雪舞节的知名的英国情报部门 英国情报部门不负众望 就像他曾经孕育了蓝雪舞节一样 告诉他 我们有一份重大发现 重大发现就是 萨达姆·侯萨 可以在45分钟的时间里面 去制造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美国如获质保 向各方广为传递 但是后来 英国人说 我们又去查了一下 我们找到了这份情报的真实来源 是什么呢 这是一份发表在英国的网络上的公开的论文 这是一篇硕士研究生的论文 它里面用了某些猜想和估算 认为这是45分钟 但是这可能就是人类历史上 颇具有这种黑色喜剧荒诞的一面 你看一个硕士生不经意间改变了历史 他发表在网上的一篇 代表着硕士研究能力的文章 中间提出的一个其实并不严谨的假设 甚至是比喻 结果成为了冷战后最强大的超级大火 在决策一场最终被证明会影响它地位 在国际体系中影响和实力分布的 至关重要战争当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 历史在这方面是非常讽刺的 那么当然 从中东地区的发展和情况来看 美国在伊拉克所做的事情 可以用始乱中气来表示 来描述 一开始在当地惹了一个祸 把原有的秩序给推翻了 然后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去建立秩序 但却向于失败之后 摸了摸鼻子 拍了拍屁股 走了 我轻轻地来 我轻轻地走 我轻轻地走 如果轻轻地来 然后挥一挥手 不带走一片沙漠里的尘土 留了一个烂摊子 一个彻头彻尾的烂摊子 放在那 只能让伊拉克人民 以及关注中东地区 真正和平与稳定的人们 去进行修复 当然这里面讽刺的在于 当当地人找到了一些修复方案 这个修复方案又不符合美国的需求 比如说他认为过度影响了伊朗的势力 让伊朗的势力进行过度扩张之后 美国又尝试出手去进行 阻断和扰动 阻断和扰动 在这个时候 我们整整看到了什么 我们回望过去 回望20年 20年前发生的这场战争 这场战争从20年前发生 然后延续了这个8年的时间 到2011年收尾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获得彻头彻尾行动自由的霸权 以极其任性且不负责任的方式 在世界范围内 谋求根据自己的认识和理解 进行自由的行动 就像 就像一头闯入瓷器垫的大象 他在里面信马游将 信之所致 这儿碰一下 那儿碰一下 但是呢 讽刺之处在于 尽管伊拉克是一个 没有办法跟美国 在军事力量上正面匹敌的弱小国家 但是历史老人并没有因此就赋予 美国这个人类历史上独特的霸权国家 以任意行动的自由 历史老人用他独特的幽默和智慧 给美国挖了一个坑 这个坑是美国自己挖出来的 然后美国自己对这个坑走下去 这是滥用霸权的实力 在极短的时间内 将冷战结束带来的红利 在国内和国际两个部分消磨完毕 并且通过自己给自己制造若干戈 由局部冲突到战争 转化而来的这种战略 关键地缘政治区域的战略陷阱 以这样一种方式 把这个霸权慢慢地坑在了里面 把这个霸权慢慢坑在了里面 对于美国来说 在海湾战 在伊拉克战争中 失去的最大是三样东西 第一在实体资源层面 它耗费了大量的金钱 把冷战结束以后 信息技术革命早期 发展的还不错的美国经济 给美国政府贡献的财政言语 可以说损耗殆尽 第二 它极大的 近似于一次性的消费了 美国在冷战结束以后 作为霸权的路人员 所有围观的远距离观察 认识和理解 美国霸权 并且对此心存好感 或者是羡慕 甚至是仰慕 乃至于佩服的 这些民众已兜头一喷冷水 在决策 要卷入 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的时候 美国显示出了自己的傲慢 在攻打伊拉克的时候 美国显示出了自己的犀利 在发动伊拉克战后重建过程中 美国显示出了自己的愚蠢 与时代的格格不符 相对之后 以及更加经典的美式特征 就是自以为是 这么的一种霸权 在冷战结束以后 20年到30年的事件里面 借由包括伊拉克战争 在内的各种事件 它向人们证明 当这个霸权国家 没有受到任何制约和牵制的时候 它是非常危险的 它会不加节制地 放纵地使用 自己手上拥有的一切力量 去追求一切 它认为值得追求的目标和理想 在此过程中 不要说 它不惜损害它的对手 它的目标 是对其他国家的 合理的利益考量 它对于自己的利益的认识 理解 可能也是一厢情愿和盲目的 而这种一厢情愿和盲目 最终会变成一个回旋标 让这个国家 比较明确地理解到 即使是霸权 也不可能为所以为 也不可能无限制地 去追求自身实力和影响力的扩张 而这种对自身实力 资源无限制的扩张和滥用 第三个作用 就是在这段时间内 替此消解并化解破坏 影响了美国从冷战时期开始 一直延续至今 累积起来的某种声望 尤其是在国际体系中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 它所具有的某种声望 因为这是一场非法的战争 因为这场战争对美国本身 基本上也是属于有必无力的 或者说必远大于利益的 这么一种状态 那么让大家认识到 原来这个霸权 以及在这个伊拉克还出现过 骇人听闻的虐求丑闻 包括美国士兵在伊拉克的 胡作非为等等 这一切零零总总 从不同方向上减少透支 消耗了冷战结束以后 美国持续累积起来的 各种软实力的声望和资源 同时更主要的是什么呢 美国这种依靠自身霸权实力 在全球谋出行动自由 动作打压挤压 攻击对方国家的这样一些举措 让人们对于美式发展道路 和美国霸权的逻辑 产生了更深层次的疑惑 大家开始思考 这样的一个世界 是否是我想要的世界 这样的一个世界 是否是我应该持续去忍受 和接纳的这样一个世界 当然讲到这儿呢 我们就可以进入到 第二讲的主题 第二讲 我们讲的主题会从哪去说起呢 秩序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大家想过没有 就是美国为什么要 以这样一种方式 去解决中东地区的问题 当美国在中东地区 别的不说 从冷战结束以后 先是去打海湾战争 拯救科威特 再到后来打伊拉克战争 去消灭伊拉克 它究竟所秉持 和要维护的是一种 怎样的区域局的秩序 这个区域局的秩序 和西方国家早期的发展 有怎样的关联 对于这种区域秩序的认识 理解和把握 在多大程度上 将更加有效于 我们对于相关问题的深入 系统全面的认识和理解 那么希望大家能够 喜欢第一集的内容 并且期待第二集 关于美国霸权的背后支配 影响二十世纪中东地区 各个国家命运 一些生存基底的透析和解析 简而言之 这套可以称之为 殖民时代 移留在中东地区的国际政治经济 旧秩序的这种存在 对于美国的行为 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选择 产生了极为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某种程度上 美国延续了这套秩序 并它以某种方式 另类加以复活继承 并且试图发扬光大 当然令各方感到欣慰的是 实践证明这套秩序 本质上已经越来越难地 持续和维系下去了 我们现在正在一个 全面持续和 就是全面稳健和持续 发展的这样一个关键路口之前 我们通过在第二集里面 对于旧的秩序的深度解析和剖析 帮助大家对于未来 应该朝着什么方向去努力 做出更好的认识 把握与理解 好 谢谢大家 今天就讲到这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